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妇女同游一个月啊 这好久没试过了 好久没试过 还有老婆呢 一家人 太难得了 他女儿高材生了 学建筑 现在是什么大学来着 哈佛 人家哈佛是留的作业吧 他是在他上一门课 那门课呢就到罗马画画 到罗马画画就搞那个历史 然后他就催了 他说你们来啊 我跟你们介绍 现在哪块石头是什么什么都讲得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被他忽悠去了 忽悠去了以后呢 就带我们去一个博物馆 那博物馆呢 就是因为罗马这个地方啊 他那个两千年前的地啊 到现在高了很多 对 他每个朝代不带在网上建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 不是一天建成 结果他们就弄了个博物馆 就横切面 就是都是一堆土 我进去一看呢 就跟我们防洪洞 跟我们一个防洪洞一样 但是呢 他一批考古生在那里说 你看你看 这个 哪一个 哪一个大地当初发生什么事 什么战狱是这个这个 后来什么什么一个庙盖在这一层 什么什么什么 一个历史表 后来我听说杭州啊 什么开封啊 也都有类似的这样的博物馆 那真真是很好 这个是 这是活生生的历史 对比我们现在 很多打造人为打造的文化符号 对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的历史 我觉得非常赶佩 在这么一个 这方面我们如果还来得及的话 真的是应该老老实实 向意大利学习 这个东西 中国现在还有吗 最近一次又国家文物局 你知道吗 开会了 就是最近的一次这个普查 这个全国的这个什么 这个地面的那个什么文物啊 反正消失了四万多处 消失过去一年消失四万多 其中呢 这文物局局长叫个什么 小杰啊 就说了 两万处是人为的原因 都是这个人为建筑啊 搞这个拆迁呢 你说中国人 中国人其实并不爱惜东西 对 没错 我现在觉得 我们小时候觉得 我们中华民族的很多特质啊 错的 不是的 对 都是骗我们的 对 将来你去 我们爱惜 我们爱惜精神的 爱惜语言的 我们的语言 这个是比他们还厉害 我们的语言是 两千年前的雨前 我们随时可以出来 是 但是我们不爱惜物质的历史 我们不大care 你说我们一旦有什么物质在 两千年这个物质的历史 就是两千年的盗墓史 对 也不是我们今天不爱 两千年来就不断的在挖 不断的在挖 对 可是他们呢 你到今天 你都还可以看到在 城市也在挖 对 那边是大楼 然后这边是居民 然后这个下面就在 保存这个地基 哦 这个真是叫我很赶 其实这个是 我觉得是中国人的一个 很大的特点 就对物质历史的不重视 这个物质历史 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你讲建筑啊 遗迹 就我以前去 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 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就人家老笑嘛 说美国是个 没历史的国家 我们中国人都是历史 哎呀 去我们去了美国太闷了 动不动给我们看 说这是什么历史古迹 说让中国人笑话 但你真的到了纽约 你发现 它的确比我们有历史 因为随便 Quins那些 一说房子都是一百多年前 它就都留着 那中国你现在大城市 你要找个一百多年的房子 那是古建筑了 那但是呢 还有一点 就我们还有另一层物质的东西 不保留 那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的机构 组织 商店 店家 比如说像在中国 今天你一个老字号 你叫百年老店 那就很牛了 对不对 但坦白讲 在欧洲 这百年老店算什么 到处都是百年老店 真是 我觉得人还是 说起来 欧洲人民 比咱们爱惜老东西 那是爱惜太多了 我们这个 不光是从毛主席开始的 历史上 历次农民起义 不光农民起义 一改朝还代 那就是前朝的 全给你砸个西班牙 就是经常 中国人不爱惜老东西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误解 对吧 但另一方面呢 他们这么保存老东西 但他创新的时候 又非常大胆 我这次 印象非常深的一个建筑 就在西班牙 西班牙的一个小城市 这个我要公平的说 我一点都没有受他们留居的 我跟他们没有任何人认识 而且呢 是surprise 就是说 我去伊斯坦布尔 这个拜占庭 这个 有照片吗 有军事 咱们来看看这个图 你说这个是什么 对 这个就是 你想想 他是一个 他是现在世界上 最大的木建筑 可是你要 你等一下再看起来 他是在一个老城区 旁边都是教堂 他居然中间盖了这么一个建筑 你看 对面就是教堂 再稍远一处 那个是非常有名的 原来是清真寺的一个召唤亭 后来改成 他说是伊斯兰教跟基督教结合的 最好的一个建筑 可是他居然在这里盖了这么一个现代 这么一个 但这个建筑上面是个瞭望塔 你知道它下面是什么吗 你更想不到 它的底层 我这个其实也有照片 它的中层 是一个菜市场 为什么是菜市场呢 因为原来这个地方 从古至今 就是一个肉市场 对 所以他就保留的一个菜市场 可是他在底下是什么呢 是一个考古的现场基地 哎呀 这个结合 这个是晚上的夜景 另外一张照片 不知道他们放 我对着这么一个建筑 我就非常赶配 我就说 底层是一个考古的基地 玻璃透明的 上面是这么现代的一个建筑 在一个老城区 周围都是教堂 中间是个菜市场 周围的居民 就可以每天在这里买菜 那这个建筑呢 我没 当初很征论 对 但是我看过那个整个过程的一些的记录 我讨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筑 对 我觉得它其实整个世界呼应的很好 它跟西班牙最近几年的建筑很猛 像比方卡夫阿传那些 他们跟他们做的建筑都是跟 非常大胆 线条很漂亮 你想想刚才这个建筑在一个老城区 但是它能够跟周围的所有的古建筑城区 环境呼应的很好 这就像是这个巴黎被语明设计那个大玻璃 那个金字塔在卢浮宫 当时也是很有争议 但是他就觉得能够相得益彰 结果放上去 你看看看看 挺合适 是吧 我这次去的地方 我印象最深的就这个Seville 还在里面开车 就是都是居民实际住 它不像有些老城区啊 它现在商业化了 有些为游客制造了 它不是 就是全部是居民住的 你在里面走啊 这个开车非常窄非常窄 也照样可以开过去 然后我真是迷上了那个地方 后来还想明白一个道理 文涛你一定要去 美女啊 没见过一个地方的女人的平均的美丽的素质 超过Seville 没有 西班牙 就在那些小巷里边随便走出来的女的 我不单讲少女啊 老头老太照样可以穿的 那个有尊严 那个有品位 那个晚上出来喝杯咖啡什么 它是一个小城市 这个城市以前呢 曾经是摩尔人 对 那个王国的首都 然后在哥伦布的时代呢 它是西班牙王国唯一一个可以跟美洲通商 所以它当时是一个最最繁华的一个经济城市 那么近年来当然就是就是衰落了 但是它那个老城区啊 我我后来才听说黄碧云就住在那里 对 他迷了就迷上那里不回来就那个城市 我就觉得北京如果二环内要改造 还有上海的城区改造 我建议他们当官的 还有设计师去西维亚看看 你还让他们公费旅游是吧 你还建议他们 对 我还建议 这算好办 这算马上听 我觉得真实 我觉得他们 他们别跑到什么乡线旅馅去买LV报 别傻乎乎的穿着西装 你说了那有美女 他们已经下决定就是要打算进取民间的意见了 还随随便便啊 还随随便便 行行行 那领导太高兴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来来来看看美女 西班牙 这什么地名呢 这叫 塞维亚 塞维 塞维利亚 塞维利亚 西维尔 西维尔 好 那是必去之地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 这是我开车的 租车是吧 这个是车道 请告诉我 我看的都害怕 但是它照样可以开过去 它都经过细细的勘察 它都有指示 就在这样的城市里开车 这些房子都是很老的 它没有拆掉 就是 都是民居 开车 都是民居 都是民居 在看下面 到处都是这样 到处都是这样 她 美女在哪呢 她从 阳台的 美女 没好意思拍 没好意思拍 她从上面看下来 远远没有 佛罗伦萨 或者里斯本 这么好看 她的屋顶 没有那么好看 但她在下面走 他们说是欧洲 最大的一个老城区 这个城市 它有 有风景点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教堂 它的Cathedra是非常有名 世界有名的 对 那个Cathedra是什么呢 是原来是一个清真室 后来这个基督教徒 就在清真室 天主教把它抢回去 天主教抢回来 保留了它的召唤塔 但是重新盖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 那个教堂 但那个教堂与众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它特别宽 因为清真室很宽 所以那个教堂的 那个一般的教堂 进去不是狭才的 一个棚吗 它是非常宽 据说戈伦布的那个尸体 也在这个里面 所以它是有一个 非常大的风景点 可是它旁边 这个老城区啊 就是保留的 这么有味道 早上九点开始 下午一点 全部休息了 所有双天都关门 一直等到五点 再开门 开到八点 这西班牙时间 就西班牙时间 我在那里 看西班牙决赛 哎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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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那里看西班牙 所以这个 这个城市 是我印象非常好 这surprise 就是美女多 我觉得美女多 美女 哎呦 真是 我跟你说啊 这个你说这个 西班牙的美女啊 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跟我讲啊 说有艳遇啊 他就是 就是这个 说这个小姑娘啊 美到一个什么程度 他都不会讲 他都不会讲外语啊 是一个小酒吧的 一个女招待 然后他为了接近 这个小女孩 这其实是小女孩 可能是个中学生 大概是17岁 可能也就是 哎 他就天天去那 吃饭 但是也不会讲话 你知道吗 但是人家在那的人呢 都好像都挺知道 就知道这个中国人啊 好像是 想来干嘛的 喜欢这女的 然后呢 他就跟这个老板就说 他要约这个女孩出去 这女孩不跟他出去 然后他就跟这个老板说 说我能不能请他吃饭 就在你们这吃 老板说啊 这可以啊 好 他就跟这个女招待 说我就请你在这里吃饭 这小女孩就跟他吃饭 哎 然后就跟这小女孩 骑着一个小摩托 然后最后吃了顿饭 这小女孩肯跟他走了 就在你说的这样的小街巷里 他骑一会儿 小女孩坐在后边 小女孩骑一会儿 他坐在后边 走走走走 哎 这小女孩都领他回他的家了 到他家门口 一群小男孩在踢足球 然后你像那种小男孩 西班牙的小男孩就很活泼的 吹一声口哨 见他带一个男的回来了 哎 就是带着球 绕着这俩一圈一圈的这么转 就是这么转的 然后然后这小小女孩 好像就是骂这个小男孩 就把小男孩骂走了 哎 然后就带他回来 说回家换一个什么衣服 又跟他出去 然后最后他跟这小女孩聊了三天 跟罗马假日一样 很少的英语 他去参加一个电影节 是吧 然后呢 最后带这个小女孩 到这个电影节的宴会 party上去 其实这小女孩跟着这个中国叔叔 就是他知道这中国叔叔是喜欢他 但这小女孩只是想跟他玩 知道吗 说我可不可以带我几个女伴一块去啊 去那个电影节的 他说可以啊 他就去 你知道吗 最后两个人到这个海边 真正他要下手的时候 小女孩 不行 不行 但是不行 但是小女孩很开放 也不叫开放 就很淳朴 两个人就坐在海边 那他说啊 虽然没有得手啊 但是呢 特别的 过程就是一切 他就觉得这能拍电影了 对他觉得真是一部电影 他觉得整个这个过程 最后这小女孩还把电话留给他什么的 他还说 但是回国回北京以后啊 就不会再想联系了 但是你永远想起来啊 这个你看 他还说我要送给你 他挺有钱吧 他说你这个 我送给你一个新的摩托车 但是小女孩其实是想要的哈 可是女孩说 我去问问我妈妈 但是第二天回来了 说妈妈说我不能要你的这个摩托车 然后可能是送了个项链啊 或者送了个什么 就等于 但是这小姑娘玩了三天 可以亲个嘴啊 干什么的 哎呀就这么 你想想 这留在心里 哎呀他说回去之后啊 我看老婆怎么都不顺眼 你这么一说啊 重点在最后这句话 你这么一说 刚才本来可以去塞维亚考察这些干部 都没法去了 这样你不同意了 不是得把老婆也带去 枪枪三元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再看看徐老师的希腊啊 Grease 哎呦 这个餐厅是用来求婚最好的餐厅 什么道啊 求求婚失败就在这 对 我放在微博上 网友就说这道好 说yes呢就浪漫 说no就跳下去 对对对 死在这也心肝的 这是一个门 所以希腊的这个漂亮 我看了他们一个 因为那个地方本来是三千五百年前的一个火山嘛 对不对 那么现在也找出当时的一些壁画 跟今天都很像 我的一个感受是 祖先懂美 现在的人也懂美 虽然他们在经济上已经很不争气了 他们以啊 希腊精神 公民精神 这些都都很难谈得上 但是这个对美的基本的这个习惯 我觉得是有遗传的 我觉得希腊的人 他他那些同样的一个风景 我们也有海 他海你说他怎么样 但是他旁边那些酒店啊 这些小的东西 我拍了很多 这个其实大家知道 这个是全世界都都都很出名的 对吧 这个倒没没什么值得多讲 我反而比较 这次最大的感受 就是一个伊斯坦布尔 跟一个西维亚的教堂的一个对比 那这次对我自己是非常大的收获 因为你知道 索菲亚大教堂 那个是罗马人盖的 那个震惊啊 对 五世纪到现在 他那个顶都是 在我看来是全世界最大 对 他说全世界第四第五大教堂 可是前面几个米兰啦 呃 圣彼得啦 还有什么 他的顶都没有这么大 对不对 他这个 这个理论上 这个理论上 其实他们会比他大 那个尺度 但是在论尺寸来讲 但是 圣索菲亚大教堂 那个大的是那个感觉上 对 他的那个设计太宏大 他整个感觉就是 他把你整个包进去 对 反正我总觉得 他这个顶是在我看来 这世界最大的 就是什么 很奇怪 然后 这是五世纪罗马人盖的 然后呢 后来呢 就把他改成清正式 他跟那个西班牙 这个正好相反 对 西班牙是 把清正式改回基督教堂 对 他那里呢 是伊斯兰的改造基督教的 对 然后贴了很多这种 阿拉伯的书法 都贴上去 然后把那个原来的东西 有的是涂掉 对 他倒没铲掉 对 他是个涂掉 那现在呢 又又刮下来恢复 所以呢 又有耶稣 他们又很好的壁画 这是一个活生生 那个巨大 索菲亚 这是个活生生 巨大的博物馆 跟西班牙的那个对比 最欺人的是 一千年以后 旁边盖了几个巨大的清真寺 对 单独来说 那都是建筑史上的奇迹 蓝色清真寺 蓝色清真寺 对吧 对吧 西南的那个 西南那个 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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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有一个盖德国索菲亚 嗯 我就在想 人类文明有时候也没什么进步 你对比一下 你是一千年以后盖的 还不如他公元五世纪 也不会 看要讲什么 讲气势的话 那盛索菲亚当然盖过一些 但是 西南做的那些比较秀丽 他比较清秀 漂亮 他比较有一种优雅 比较 因为拜占庭啊 就东罗马的建筑 拜占庭建筑是那种粗的 很厚实的 你真的觉得是一个恐怖的一个帝国 但是 土耳其人盖的比较 千细一点 比较细致一点 你好比说像 希腊和罗马 也有细微的区别 很不一样 西南是很优美的 非常优美 西南那个山上的那个石头 那就是给你可以一个黄金色像奶油白拖这么一个颜色 罗马都是黑色的 对不过这次我也有一个大失望 因为我们对希腊雕塑啊 这个感觉就是 就是白的嘛 就是黄的 那个觉得他好像是很纯净的 但是这次 看了那个 那个亚历山大那个墓 那到了那个雕塑 那个亚历山大那个 也不知道真假了 但反正是是都这么说嘛 都这么说嘛 可是他们旁边有个复原的 嗯 彩色的 原来当初啊 他画的跟我们庙里一样的 对 雾彩缤纷的 跟观音庙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我突然就想到 我们对希腊的这种 就是奶白色的这种希腊形象 那是一个误会 对 那是隔了年代以后造成的 嗯 这么一个颜色 当初这个 这是很重要的一课 就因为古典艺术啊 就现在一般 欧洲在教这个古典学 中国这几年不也流行古典学吗 但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古典 中国流行 刘晓峰他们搞这套 是不注重考古这些东西吗 但你在欧洲真的在做考古那些 都会告诉你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古希腊 古典艺术 是一个文艺复兴之后 塑造出来的一个观念 对 所以原来的希腊不一定是怎样 它真的是七彩缤纷的 对 就等于像日本也是 人家一说日本文化 就说日本的东西都是 深色的 木头 自然色 自然 其实不是 什么奈良那些过去 也都是七彩缤纷 这眼花缭乱的一塌糊涂 那全都是因为颜色掉了 就跟希腊一样 颜色掉了之后 慢慢慢慢 大家就这颜色掉了 很美 就开始歌颂这种颜色掉了 今天要是你还原 五彩缤纷的希腊的神庙 我们会大使所望了 那跟葡萄山一样 葡萄山一样 你现在古罗马的很多雕像 它们现在复原出来的 原来都是染色的 倍艳俗的 但是现在它退了 就跟咱们兵马俑 原来都是有颜色的 包括咱们的青铜器 现在看上去 我们欣赏的就是红斑绿秀 这个斑驳 可是实际上刚做出来 是金光灿灿的 极金 它是金钱 所以这个对我是 这一大震惊 当我看到五彩缤纷的 希腊雕塑的时候 我就想 这跟我想象 心目中的静目 完全不是这样 完全不是这样 但是有一样 它退掉了 所有这些装饰之后 剩下一些最简单的 线条和结构 好看 还是很美 感觉就是美的极致 为什么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 有一种东西 你刚刚讲到 希腊人到今天 都还很有美感 其实这几个地中海沿岸文明 你发现 他们美那个东西 我常常觉得 有时候对比中国 跟人家的分别在哪 我觉得我们 其实这个断裂最大 就是日常生活的美感 断掉了 他们这个一直延续 他到今天 他在海边 怎么经营的小旅馆 跟我们怎么在海边 进行一个旅馆酒店 你就看到 大家对美感的继承 我觉得跟皇宫也有关系 他那个 Sofia的那个皇宫 就非常生活 非常漂亮 我有时候觉得 要是皇宫俗宴的话 老板说 欢迎访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